不论男女若经常腰腿疼痛,可以常吃一物,骨密度蹭蹭长,骨骼状。 张大叔拖着沉重的腿脚,一瘸一拐地走进社区公园。 刚退休不久的他,本应享受清闲的晚年生活, 却因为不断加重的腰腿疼痛,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医生告诉他,这是由于骨质疏松和关节炎造成的。 原来,骨骼健康问题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需要关心的事, 中年人同样也应警惕。 张大叔的病情提醒了社区中的许多同龄人, 大家都开始寻找能够提高骨密度和增强骨骼健康的方法。 一、提升骨密度的营养策略。 腰腿疼痛的根源之一是骨骼强度和密度的下降, 而营养摄入是改善骨骼健康的关键。 科学研究显示,钙质、维生素D、维生素K、 每等营养素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钙是构建和维持骨骼的基本元素。 而维生素D则有助于提高身体对钙的吸收效率, 确保钙质被充分利用。 维生素K则能激活一种名为骨骼素的蛋白质。 这种蛋白质可以促进钙质审击到骨骼中, 使骨骼更结实。 美是另一种容易被忽视的矿物质。 它不仅在骨骼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 还能够协同钙质的吸收, 保证骨骼的新陈代谢。 为了更好地维持骨密度, 平衡的饮食是至关重要的。 乳制品、深绿色蔬菜、豆类和鱼类都是补钙的理想来源, 而蛋黄、肝脏和鱼肝油则富含维生素D。 为了获取足够的维生素K, 建议多使用发酵食品, 如纳豆、酸菜以及绿叶蔬菜。 美的良好来源包括坚果、种子和全骨类。 在饮食中纳入这些营养丰富的食物, 可以为骨骼健康提供全面保障。 二、生活方式的微调、锻炼与日常习惯。 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体育活动对于维护骨骼健康也是必不可少的。 适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 游泳可以提高整体的代谢水平。 同时通过重力的作用刺激骨骼的生长,增加骨密度。 力量训练如举重或使用弹力带的练习, 可以直接作用于骨骼,增强其强度和韧性。 另外,保持良好的姿势也是关键。 长时间的不正确坐姿或站姿会给脊柱和骨骼带来额外的压力, 增加骨骼受伤的风险。 正确的坐姿是保持背部挺直, 双脚平放在地面上, 双手放在大腿上或放在桌面上。 保持头部与颈部自然伸直, 尽量避免长时间低头或抬头。 站姿时要保持身体的平衡, 脚尖稍微向外张开。 保持膝盖微微弯曲, 避免长时间静置不动。 三、规律睡眠与骨骼健康。 在日常生活中, 良好的睡眠质量对于维护骨骼健康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研究表明, 成人每晚睡眠不足七小时会影响骨骼代谢, 进而加速骨质疏松的进程。 在睡眠过程中, 体内的生长激素分泌增加, 这对骨骼的修复和重建至关重要。 因此, 保持规律的睡眠模式, 确保每晚七到八小时的优质睡眠, 是促进骨骼健康的有效方式。 实际上, 睡眠不足还会增加体内炎症水平, 这会直接影响骨骼健康。 睡眠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指出, 睡眠质量不佳与慢性炎症状态相关, 长期来看可能导致骨质疏松。 因此, 改善睡眠习惯不仅可以提升生活质量, 还能为骨骼健康提供额外的保障。 四, 心理健康与骨骼的关联。 心理健康与骨骼健康之间的联系, 也日益受到医学界的关注。 长期的心理压力和抑郁状态被发现与骨质疏松有显著的关联。 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 持续的心理压力会导致身体释放更多的皮质醇。 这种激素在短期内有助于应对压力, 但长期高水平的皮质醇会抑制骨骼重建, 增加骨折风险。 因此, 管理好个人的心理状态, 如定期进行心理咨询, 参与压力管理课程, 练习瑜伽和冥想等, 不仅能改善心理健康, 还能间接促进骨骼健康。 此外, 社会支持和积极的人际关系也被证明对缓解压力, 提高整体健康状态有着积极的影响。 5.沙漠中的白金、鸵奶的营养价值 在众多骨骼营养来源中, 鸵奶逐渐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 作为一种被誉为沙漠中的白金的食品。 鸵奶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已有几千年的食用历史,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丰富的营养成分, 不仅含有大量钙质和维生素D, 还拥有独特的免疫调节物质和抗氧化剂, 有助于增强骨骼的自我修复能力, 减少炎症的发生。 与普通牛奶相比, 鸵奶的脂肪含量相对较低, 同时富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 它的钙含量甚至高于牛奶。 对于那些对乳糖敏感或牛奶过敏的人来说, 鸵奶是替代的绝佳选择。 此外,研究表明, 鸵奶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和抗氧化物质具有抗氧作用, 能帮助缓解骨关节炎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鸵奶在现代养殖条件下逐渐被标准化生产, 保证了质量的稳定性。 消费者可以通过查看包装上的DBS编号, 了解产品的具体产地和质量信息。 此外, 选择配料表简单, 无添加的鸵奶产品更为健康。 六, 保持适当体重与戒烟减久。 体重过重不仅会增加关节的负担, 加速关节磨损还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因此, 保持适当的体重对于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同时, 戒烟和限制酒精摄入也是保护骨骼的重要措施。 研究表明, 烟草中的化学物质会损害骨骼细胞的功能, 导致骨骼质量下降, 增加骨折的风险。 而过量的酒精摄入会干扰钙质的吸收, 导致骨骼疏松。 维护骨骼健康不仅仅是中老年人的责任, 也是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 通过合理的营养摄入, 适当的运动锻炼, 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戒烟减久, 我们可以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和腰腿疼痛的发生, 保持健康的骨骼和活力四射的生活状态。